谈就医之事 咎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一个人皮肤老了会长皱纹 老年般我们显而易眼能看到 头发老了 变白了也能看到 但是脑子老了 萎缩了 如果不是去医院检查 我们看不到 而这个不能直接看到的地方 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 很多人以为年纪慢慢大了 记不住事 东西放哪儿不知道 不记得 手脚不灵活 失眠头晕 反应迟钝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真的是这样吗 它们都可能与生理性的脑萎缩有关 据报道 日本科学家发现 生活中坚持锻炼舌头 可以间接地刺激脑部和面部的神经 从而减缓大脑的萎缩 同时可以防止面部神经和肌肉的老化 人体出现老化的现象 最大的原因在于脑萎缩 最显著的症状和表现就是舌头的僵化和表情变得矮板 所以日本科学家建议 每天早晚可以活动活动舌头来活跃脑细胞 防止脑衰老 脑萎缩 怎么活动呢 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吐舌头 这个谁都会做 但是怎么吐法 舌尖向前尽量伸出去 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 拽着 然后收回来 卷起来 反复十次 第二种方法 转舌头 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的以最大范围 最大限度的顺时针转时圈 然后再逆时针转时圈 最后 舌头舔牙齿 将舌尖轻轻的抵住上额十秒 然后再抵住上尺的外侧十秒 下尺的外侧十秒 下尺的内侧十秒 一共四十秒 这一套操做起来不拘时 早晚或者任何时候都可以 老安建议有时间的话 每天多做几次 活跃脑细胞 动舌头最简单 八十岁不吃蛋 一百岁轻松过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呢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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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